那我們下一個提案是由 Caleb 帶來的行人權利 在台北走路很危險 那是因為汽車和大車兩個都常常違法 還有因為路的設計不好 我的專案目標是讓台北的行人 可以更安全遞走在路上 我的計劃有三個類別 類別一是收集、整理和呈現數據 類別二是讓政府做事 類別三是直接行動 我會簡單介紹三個類別 類別一,用政府的數據做交通事故熱點圖的網站 我還要想一個方法 讓大家回報身邊有問題的區域 讓我們可以實際去做記錄 收集數據還可以包括在 在人行道路營 看看車離人行道太近 或是開得太快的頻率 這個類別還有呈現數據 呈現這些數據的方式有 包括地圖、文章、IG貼文 和短影音 類別二 讓政府改善行人安全 例如,跟當地的政府報告 類別一,收集到的數據 呈現需要改善的區域 因為政府不會輕易行動 因此我們也可以做其他的事 比如說情願、寫信、打電話給政府 和其他類似的活動 像是對政府施壓 類別三應該是最好玩的部分 我們可以在路上放交通三角錐 讓吃速變慢 我們也可以組一個錐子小隊 在吃量經常違規 停載人行道的地方 用交通三角錐 在這些車周圍 做一條新的人行道 讓行人安全走路 也讓吃量必須讓行人 我覺得我們還可以做 很有意思的釋出媒體內容 這樣的內容也可以使用在類別一 在這個Hackathon 要先收集有醫院幫忙的人聯絡資料 然後把大家放在一個 Slack 或是Line群組 會根據每個人上場的領域來決定怎麼分工 比如說我們可以開始開發交通2.2的Web App 或是一起哪裡激盪直接行動的辦法 還有一起討論社群媒體活動 謝謝各位 謝謝